多历练,才懂纯粹的美 中泰站 京都集检牌建筑大师梅林克 在城市与自然间 呈现完美平衡点 水岸,双结,信义商圈 文山最经验 65-75平,大气双平 8661-1388 中泰站,中泰房屋 电动车,元宇宙,商机大爆发 投资美股,您还在透过 富委托交易吗? 群益期货美股CFD 台湾首家美股CFD期货商 美股CFD可做多可做空 最高提供10倍杠杆 成本优惠超有感 快上网搜寻群益美股CFD 当然保证性交易具有一定风险 交易能应先评估本身资金 其所能担负着风险 群益期货股股有限公司 110年今晚起走自 第004号 台北市灯话南路二段 第17号B1 电话02-2700-2888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同时这一段 一样在YT上直播 听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 充满了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但是股市似乎不是这样的气氛 现在台子期盘后已经翻黑了 下跌13点 来到17585点 今天一开盘就往下掉之后 再往上拉 拉到17608点 拉过平盘 但是很快的又翻黑了 往下杀了 所以感觉起来美国的股市压力 仍然是存在 最近这几个交易 美股表现的很糟糕 比如说我们看到道琼 道琼指数 已经算在美股四大指数里面算是最强劲的 但是也不免收了连续两根黑K棒 同时如果各位看到道琼指数的话 35300点这边非常的关键 他在最新一个交易就美股的周二收在35544点 是下跌了0.3%的幅度 跌106点 为什么讲说35300点很关键呢 因为第一个 他是在月线的支撑位置 月线就在这个位置 另外也是时日线的位置 所以说时日线跟月线都在这个区块 所以一跌破的话不得了 对不起还包括季线 所以说月线跟这个月线季线跟时日线 都在这个35300点这个地方 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底下的底部支撑区 所以如果一根长黑灌破的话 那这个盘式就很紧张了 那另外道琼也破五日线 这个五日线在35700点 现在我们看到他最新的指数是35544点 所以也是破五日线 那道琼还不是最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纳查克指数 各位去看一下纳指 纳指呢 已经是在最近两周来 第二次破季线 这个是很密集的破季线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知道季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 但是他确实这个频频破季线 是不是一个太好的讯号 比如说在这个12月 12月6号的时候 他盘中有破过季线 那另外呢 这个12月 对不起 12月3号盘中破季线 12月6号收盘破季线 那后面就往上拉 拉到这个12月8号 拉到破端高点之后呢 结果呢 在美股周二最新的交易日 是用跳空的方式跌破季线 这个起来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因为太密集的破季线了 尤其现在目前季线是走平的一个状况 那你就代表什么 代表上档的反压很重嘛 所以我是觉得纳查克指数特别需要严加看管 因为他昨天盘中跌2% 收盘也跌了1%多 那这样子的跌势 其实有人有点感觉这个联准会议 议席会议之前的 有点感觉股市是有点压力 不能说压力非常大了 但是这个压力不小 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纳查克指数的月线 已经呈现反压向下 他的月线是走低的 5日线10日线都走低 所以只剩下一条季线是走平的 那万一这个季线站不回去的话 事情就大掉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说一个道琼35300点 一个纳查克指数要尽快回到季线之上 是我个人认为美股很重要的观察看点 那美国联准会到底会不会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鹰派 加速QE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有人放话了 这个放话的是美国前联准会的官员 就是前明尼阿波里斯联储主席 科学拉科达 科学拉科达 科老 大家叫他科老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所以科老 科老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联准会 不采取一个让市场意外的激进动作 他说这个通膨没完没了 他说联准会如果不能比市场预期的 宣布更激进的加息路线 就升息的路线 他们将有可能会重蹈上世纪70年代大通膨的风险 所以科学拉科达已经放话了 就是叫包人你看着办就对了 万一70年代的大通膨来了 你怎么收拾这个后果呢 还有呢 美国现在物价的高涨 也使得民生压力很大 先前油价大涨 拜登说去要去查这些石油巨头 结果现在肉类价格高涨 他叫国会去查泰森 泰森富的这些肉类加工商 你是不是有轰抬价格存在反竞争的行为 所以可见现在美国的通膨膨胀压力是噪顶 包括CPI包括PPI全部破表 这样的状况下联准会还能坐得住吗 我们赶快来请教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木豪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段老师如果你是鲍尔 您还坐得住吗 当然坐不住了 所以看起来 我最近看到一则报道 也就是说美国汽车 美国的汽车销售 也就是说它的价格 跟之前去比的话 大概已经涨了三倍了 结果在通货膨胀的指标里面 他才被评估出来说涨了50% 所以实际上是涨了三倍了 结果评估出来是 就是涨了50% 我知道美国现在房租 你知道房租金价 租金的比去年同期涨了两到三成 是啊 这不可思议 我一个月本来三万块租金 变成快要四万块 对 那老百姓怎么受得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那些指标的话 基本上那都是算计算出来的 计算给我们看的 但实际上我们感受到了 那个物价通膨的一个 一个涨幅啊 那是很难以想象的啊 大家想想看啊 最近你有没有去买一些100块钱 或者是100块钱以内的东西 基本上我似乎都感觉到已经涨了20%了 不是我们所谓的通货膨胀 让你还控制在所谓的5%以内 如果说我们调薪是4%或者是5% 但是物价是涨了20% 你反而是逗退路耶 对啊 你实资收入是不是减少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些指标在涨的时候 涨的幅度都非常低啊 尤其是美国啊 其实美国涨的幅度是之高啊 而且又在比方说像 我觉得中国大陆贡献出来的一些低物价 控制以往历年来 10年来低通膨的情况 中国大陆他所贡献出来一些低物价的产品 似乎是贡献还蛮大的 但他现在也不贡献这些东西 对啊 他也不生产低物价的产品 对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往后去看的话 那高物价的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常态 对 今年八方云集也说要涨价 连这个大家平民美食去吃的什么锅贴 水饺 酸辣汤 全部都要涨价 你现在去吃饺子啊 对 对老师 水饺一颗六块 那叫佛心价 对啊 我那天去吃了一个水饺还挺不错的 我叫二十颗水饺 是 一百二十块 我都觉得老板挺佛心的 酸辣汤一碗三十块 很佛心 但因为他的 他没有店面 他是摆路边摊在路边 所以说相对低价一点 对 你说真的要店面的话 一颗水饺六块钱 哪有可能啊 这个 其实我们 我住那附近啊 永和啊 有一家水饺啊 很早期啊 他就一颗就卖九块钱了 对啊 九块钱正常了 非常正常 真的很正常 所以如果再超过 比方说一颗水饺 两位数的 我想以后都会变成是一个常态 所以我都觉得我们主计总处那个调查 我们CPI2.8 那真的是 真的 我觉得不知道那个数字怎么算 大家觉得我们的物价通膨才2.8%吗 不可能啊 所以啊 主计总长不就讲了吗 我们查价项目有一百 一两百项 那个全部查价项目中有一两百项 是完全价格不会动的 那些 那我请问你你去查那些价格干什么 这不是很荒谬吗 主计总长在立法院讲哦 我们查价项目里面有一百到两百项 那个价格是什么 政府的一些规费 那不会动的 那我请问你 你去把那些价格放在我们的CPI指数里面 变成是一个权重的参考的项目 那个意义在哪里 其实他这样不会动你去查他干嘛呢 其实还有一个盲点啊 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民生 我们自己亲自有可能去买的比较多的产品 在足迹总处里面 他算的权重会比较低 对 没错 那这个权重都比较低的话 就跟比方说台积电影响到大盘 跟所谓的小股票 谁会影响大盘的程度会比较大嘛 所以台积电人人都想买 但是有些小股票没有人想要买 所以变成说你小股票的权重变大 台积电的股票变小 那当然你的指数到底会涨还是跌啊 根本就是跟所谓的CPI算法是很类似啊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所谓2.8的CPI 大家听听参考就好了 对 你讲实在这个2.8的CPI 真的能反映现在物价吗 根本就是觉得就是笑话一折嘛 其实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的GDP破三万了 那个是没有用物价平准的哦 对 但是如果说 那只是一个明目的嘛 对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我们用物价平准的话 我们竟然超车韩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韩国跟日本啊 他们的生活的那种物资啊 他的那个权重啊 是参考OECD的国家 我们的是属于亚洲国家 所以亚洲国家偏好的就是那种低物价的啊 那韩国跟日本 他在算PPP的GDP的话 他是使用的是OECD跟欧盟国家 他们习惯用的那个权 富人的啊 OECD就富人国啊 对对对对 全世界二十几个GDP最高的国家 是啊 所以他又用OECD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亚洲国家 我们用OECD呢 他们一直在讲我们是 我们是这个一开发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经济多强 多强 我们为什么不采用OECD的指标 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的物价在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世界上是有被有被低估的 有被低估的话 我们用物价去平准之后的结果 当然我们的美人人均的物价算的所谓的GDP当然会比较高啊 哎 股价有没有被低估哦 对 如人饮水啊 是啊 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了 去吃一碗卤肉饭大概就知道了 对啊 吃一碗卤肉饭你就知道了 好啦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财报分析第九课 对不对 是 我们讲到这个公司成长的代价 公司成长会是股价成长的保证吗 好像未必吧 其实未必 我们想想看 如果说一家公司营收要成长的话 他要不要再花钱 一定要的嘛 营收或者是毛利润 或者是所谓的净利都要成长的话 他都必须要投入研发支出啦 行销费用 还有所谓的其他 比方说扩厂设施等等的 否则的话 他的营收哪来的成长 所以但是同样 如果两家公司都有在花钱 那这两家公司花出去的一块钱 我们都想要 让这家公司在很短时间能够赚回来 如果这家公司如果很短时间 可能够赚回来 这种公司的成长品质 我想都是一级棒的 所以我们还要再参考一个指标 那就是美股现金流量 好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跟大家谈一个新的指标 就美股现金流量 大家请稍待一会儿 等一下回到节目 原宇宙电动车 AI云端 数位化浪潮来 板桥有45块的鸡排 那肯定不是鸡排妹在卖的 应该是阿上在卖 大安区不见得是最贵哦 有可能信义区是最贵 我觉得信义区你去那个 那些百货公司那一带的话 应该是最贵 谢谢 谢谢 圣诞的礼物 谢谢Joseph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面板股 我有跟小编上个礼拜讲 小编没有去买 他最近一直讲一直讲 害我很火大 我有跟他讲友达他没有去买 小编太穷了 只不过我觉得面板股 绝对不能在大涨之后去追高 你要等他压回个两三天 亮缩的时候 你再去布局会比较好 我觉得面板中长线是有机会往上 主要原因是因为面板价格已经不跌 甚至未来会止跌回升 谢谢各位 对我们圣诞佳节的祝福 对啊 外界外线市的物价也不低 我不觉得哪里物价低 面板已经涨一大段了 确实 但是友达群创今年上半前三季都赚1PS5块多 所以讲实在明年应该有个不错 殖利率的题材 对啊就今天大涨6% 我就在问小编有没有买 他居然跟我讲没买 保守 我是保守老师我是荷包有限 荷包有限 因为白股都很便宜啊 你看我多穷 发现完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节目同样在YouTube上直播 我们现场请到的是丹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段昌文老师 段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一下公司成长 他其实还是有代价的 你一个公司要成长 你不可能不投入研发费用 你投入研发费用 你不投入资本支出的话 你怎么成长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两家公司的对比 那我采取的是用同行业的 例如说我们用宏基 台湾的双A很厉害 那宏基跟华硕 这两家公司的话 为什么一档一家公司29块 一家公司三位数364块 这很奇怪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拿美股英语来去比 所以因此我们看一下宏基的美股英语是2.88块 那华硕的美股英语是43.70块 所以很明显的 也就是这个宏基的股票会低于华硕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应该用美股英语来去看股价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华硕的股价这么高 那宏基的股票这么低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那也就是说你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上礼拜介绍的那些营收成长率 或者是营业毛利率 那宏基的营收成长率的话是19.53% 但是华硕将近一倍 31.98% 那如果说运用到营业毛利的成长率的话 哇那华硕来到55.98% 所以可见他的股价绝对会比他高 不只是股价 大家看下面那张图形 那这个财报的话是第三季的财报 那第三季的财报的话 大家看一下下面那个图形的话 那很明显的我们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算 算到昨天截止的股价报酬率来去对应 很明显的 我们看到华硕的 他今年涨了46.31% 宏基才23.04% 两家公司营收跟毛利都有在成长 但是这些没有代价吗 相对而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家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 宏基是负的 那华硕是正的 所以可见哪一家的成长率 他的品质花了一块钱出去 他的品质是最高的 当然就是华硕了 大家看一下想想看 如果说一家公司他的每股现金流量是负的 他还在成长 可见他每一块钱花出去的收回的速度 是很慢的 所以两家公司都有在成长 大家有没有看到说 不要以为说营收成长是股价报酬率一定会涨翻天 那为什么宏基的每股现金流量会是负数呢 这是第三季的 那负数的话 基本上我们看负债比率 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些些的情况 那宏基的负债比率是百分之六十七点七四 华硕是还不到五成 那借款的依存度 我们之前两周之前 我们有介绍到宏基的借款依存 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借款依存度 也就是一块钱的股本 到底他负债是多少钱 宏基很明显的一块钱的股本 他借了十七块 那么华硕的话一块钱股本 他才借了三块钱 所以他的借款依存度很低 因此我们大致上 虽然可以用美股盈余来去推敲 这两档股票的价格会有差距 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下 他的营收成长的品质 他的现金的品质 那当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用美股盈余来去推敲 我们来看一档 不过华硕因为他之前大幅减资过了 对 他减资非常大幅度 大概应该是差不多在2011年的时候 他减资85% 对他有做过减资的动作 还有分割的动作 对分家 所以他减资之后 他的美股盈余会大幅上升 那宏基是不是也要来仿效一下 减资一下 似乎好像我们可以建议他 减资是一个提高美股盈余的法导 那大家可能认为说 我们用美股盈余来推股价 好我们看这两档股票 大家来推推看 这两档股票美股盈余可是一样 我想木华应该非常知道 这两家公司 翔硕跟矽创 翔硕跟矽创股价差太多了 这个美股啊 美股盈余的话 两家公司非常接近啊 都是35.94左右啦 那问题是 翔硕是1805块 那细创是305块 这下子怎么解释说 美股盈余一样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两家股价会这么悬殊 其实有一个因素啦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翔硕啊 你看大家如果说 看一下翔硕最近的股价表现的话 虽然是四位数啊 但是 他最近股价表现也很不好 对 所以我们看 如果以今年的第三季的财报 从1月1号开始跑 大家一起来竞争 跑到昨天截止的话 那么反而是三位数的啊 305块这家细创的话 他的报酬率有来到78.15%啊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他的所谓的每股现金流就知道了 每股现金流的话 细创啊 是52块 一块钱创造52块 对 你看一下一股啦 一股创造52块 那翔硕的话一股 还不到他的二分之一 所以如果以营收来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营业毛利成长率的话 哇 细创175.5%啊 非常之高啊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营业毛利的成长率的话 似乎是推动股价报酬率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其实这个 我们说这个翔硕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是四位数嘛 我们看一下他的每股盈余 他的每股盈余在同业界啊 每股盈余是那么万啊 所以可见他是不是股价有高估的情况 或者是说他的盈余啊 也不能说被低估啊 他自己没有创造更高的 今年因为驱动IC太好了 包括像敦泰啊 像莲永啊 还有天狱啊 这些驱动IC的全部都大赚嘛 西创也是做驱动IC的 所以他今年逢到这个大赚年 但是我们如果说用普遍而已 我们说这家公司 他赚的钱多不多 这两家公司也一模一样啊 大家看一下营业毛利率啊 都是5354啊 很接近啊 那很接近的话 为什么报酬率会有这么大的悬殊啊 我们去找这个key point的话 基本上似乎是来自于所谓的成长率啊 他赢 对啊 你看到享受的营收成长率 跟营业毛利成长率都是衰退的嘛 都是在衰退嘛 那再来看说比方说美股现金流量就就好了 美股现金流量他创了创造的是享受 也就是说细创创造享受的是大概超过两倍 所以因此我们大致上可以来知道说 是不是我们这个营业毛利成长率啊 是我们推动股价报酬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啊 那我们来看一个一张图形啊 那这样图形的话 我是用这个1700多档啊 五年来五年来啊 他的股价报酬率跟他的营业的毛利润 跟毛利润的成长率啊 画出来这个图形啊 我们把横走的部分的话 是分成十组的投资组合 最低的那一档投资组合是报酬率最低的 那最高的也就是九的那个组合的话 是最高的投资组合 报酬率 等于说把所有上税公司全部把它分成十组 对对对 而且是五年哦 所以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拉十 你拉十年资料 五年来他的所有上税公司把它分成十组 从最这个毛利率最低的那一组 到毛利率最高那一组 对对对 那所以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报酬率越低的毛利润就越低 成正相关 成的是正相关 而且如果你的报酬率是越高的那一组的话 他的倾斜度就越高 所以因此 反而会有一个喷出的情况 对对对对 而且这些相关性的话 是跟谁比较有相关 是跟成长率 是跟毛利润的成长率 而不是跟营收成长率有大很大相关 好 所以听众朋友关键来了 就是说我们在看财报的时候 我们很多都看这个月营收有没有增长 每个月都要公布月营收 我们在追营收 我们要创历史新高 那事实上 营收的成长率 未必代表股价会有很强烈动能 反倒是毛利率的成长率才是关键 对没错 所以听众朋友记得 以后一定要看毛利率 他有没有成长 但是你要选股的话 要切记还要去搜一个指标 我们刚刚讲到了 每股现金流量 每股现金流量越高越好 对对对 所以今天大家财报应该有学到 你未来再去看每股现金流量的话 当然就是越高越好 对 每一股能创造多少现金流 像海运股今年就一定很高 对非常高 那另外就是毛利率的成长率 其实比营收成长率 对于股价的影响性 这个正面的影响性 来得更高 所以大家多看财报 多听我们节目会有很多收获 就是有便于 有助于各位将来更精进选股 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 谢谢 天天做家事 身体常常这里酸 又那里痛 我是李威柱博士 你需要的是这瓶 故观似真 富方精华胶囊 由盛程 Terry 谢谢你的走内 今天有两个人走内 本节目 太高兴了 以后要常待毛 以后要常待 圣诞好哥哥 有人还问说会不会穿全身 我说我们财劲不够啦 没有那么多经费可以穿全身 半身就好了啦 意思意思 我是潘怀忠 在台湾平均每四个月